新北市推动高龄照顾存本专案 号召布老志工与世代志工参加 而系纸区也招募了55名的布老志工 并且在9号展开围棋三天的上课训练 一块去看看 在这场布老志工训练课程中 这一堂上的是老人生理状况与需求 老师先是让大家了解老人家的生理状况 并且指导怎么去关心老人了解长辈的需求 配合新北市推动高龄照顾存本专案 号召布老志工与世代志工参与 而系纸区也招募了55名的布老志工 并且在9号展开围棋三天的上课训练 布老志工是我们新北市政府强力推行的一个政策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说训练一批布老志工出来 可以照顾一些老人家 平时的时候陪着这些老人家去散步聊天等等的工作 然后还可以储存它的时数 譬如说你陪老人家一小时 你就可以得到一小时的时数 那这个时数要干嘛呢 未来的时候你可以给家人用 或者是给自己用都可以 因为我看到这个就是说 我来学习 可以说用帮助 以后也可以说 像我们服务的时数 如果不可以开落 老的时数 这些人可以让人来这里照顾 宝藏里里长余天授也有这么一张布老志工上课证 他表示因为里内的长辈也不少特地报名布老志工 学习如何关怀照顾身边的老人家 而一开始也针对了老人福利 与这项专案做说明 只见布老志工们都专心聆听学习 现在是服务的是送餐 还要陪运动 还有这家服务 可以说语文书看报纸 有什么要办的话 我们他不能行动不万变 我们可以改造三天 那我们这期次总共有55位系纸区的居民来训练 那为期三天 总共18个小时的课程 那完成18个小时的课程以后 可以取得这个布老志工的这个志工证 那就可以开始来执行我们这项 这个陪老人家的散步聊天的这些工作 高龄化社会推出高龄照顾存本专案 并且提供相关的服务训练 以陪伴长辈散步运动等等 而未来这些时数也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 这次的课程分为三天 完成之后也将颁给志工证 展开关心长辈的服务 切成慧玲细子采访报道